除了陳詠彤之外 還有這張碟是閉上眼買 買兩隻買三隻 為什麼要買兩隻買三隻呢? 我怕突然間沒得賣 然後我可以送給朋友 這張碟太瘋了 黃若霖愛的呼喚 你看外面的artwork已經很厲害了 包裝 文字 我們做過出版 我們知道玩這麼多東西 然後原來裡面的音樂元素 是一些日本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隻曲風 有一點像演歌 我一天也有買一隻G34狼來聽 有一點像演歌 但又不是那麼厲害 不是去到那麼盡 但是用一些和風的樂器 曲風去做的一些歌 而那些歌大家都是熟悉的 他編曲和所有的樂器 玩得很盡之餘 黃若霖完全用了另外一個唱腔來唱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黃若霖的碟 如果沒有你隨便都要衝去買 因為他的碟我是齊的 這次他的唱腔是可以說完全不用中氣唱的 音聲細氣 齊齊齊地唱 但又很深刻的 他不知道是唱歌再加上mixing 就是專門的那把聲音 是躲在樂器裡面的 不會說中間突出了一個人聲 JC這個碟 人聲是很突出的 因為他的人聲很漂亮 在中間很突出你會聽到 但是不是黃若霖的聲音不漂亮 而是他專門把自己的聲音隱藏 以及跟其他的樂器很和諧 那是可以 你一聽你會幻想到那些很日式的景觀 榻榻米的家裡等等 很享受地聽完整個碟 而且很驚喜的是黃若霖唱日文 也是很有趣的 不是有口音的有趣的 而是他唱日文也是很好聽的 裡面有三首 一二三 有三首他唱日文的歌曲 如果你看到這首碟 就這樣 我告訴你黃若霖出這首碟之前 會看到一個人的樣子 但是現在完全沒有 你認住他 你看到他就買 不要管了 買吧 一定不會後悔 每一次再開機再聽 都聽到一些新的東西 還有非常羨慕的是 為什麼他有這麼多預算 玩這麼多東西 怎麼搞的 收不收得回 遇到一個不惜公本的歌手和唱片監製 去做了一隻不惜公本的碟 希望大家 別人不惜公本 我們課金幫補少少 就這樣